男人将手伸进火盆 里面正是他用命换来的五十万本金 不久前 白嫂找到老白 她还以为是妻子回心转意 没想到白嫂却拿出一份离婚协议 看着离婚协议 老白一脸不可置信 老白不明白 自己拼命为这个家赚钱 到头换来的却是修书一封 妻子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给自己 可更让老白吃惊的是 懵逼的老白有点懵逼 既然白嫂已经猜到自己的身份 她索性将事情全盘拖出 虽然老白的出发点是为了家庭 但白嫂还是无法接受 丈夫是个罪犯 为了让妻子重新接纳自己 第二天老白就找到炸西鼠 决定终止与炸鸡叔的合作 但炸鸡叔又怎么能轻易放走老白 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 虽然老白心中有所动摇 但他还是拒绝了炸鸡叔的好意 事已至此 炸鸡叔并没有多圈 与此同时 美墨边境的一个货车上 司机刚把偷渡客拉到指定位置 里面却突然传来枪声 两人正是图库的弹劾 而他们来此就是为了报图库被杀之仇 为了不走漏风声 两人直接将整个人全部杀死 接着两人就来到养老院找到丁丁叔 看丁丁叔这眼神就知道 这一刻他期盼了多久 为了搞清仇人的名字 两人让丁丁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确认 一顿操作下 老白的全名就被拼了出来 从丁丁叔的频率来看 就知道他对老白恨意有多深 此时还不知道大难临头的老白 还在收拾着心房 得知老白想要退出 索尔特意拜访 想要劝他回心转意 因为老白挣到的钱都需要索尔变白 如果损失掉他这个大客户 自己也会损失掉一笔可观的利益 但老白心意已决 现在的他只想妻子能够原谅自己 索尔见状也不再为难 但出来后他就给麦克打去电话 让他密切关注一下 白嫂这颗不定时炸弹 如果白嫂泄露老白毒枭的身份 警方肯定会顺藤摸瓜找到自己 麦克趁着白嫂不在家 偷偷将窃听器安装在墙里 这时老白却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门口 看样子 他这是准备强行搬回来住了 他以为自己断绝了所有来往 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 殊不知这只是他的异厢情愿 就当麦克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一辆车停在老白家门口 借着双子杀手打开后备箱 提着一把赠亮的斧头走了进去 麦克立即拨通炸鸡叔的电话 因为现在有能力保住老白小命的 只有炸鸡叔 此时的老白还正在家中起草 浑然没察觉到进到家中的杀手 宝子们 起草时千万要记得锁门 这个不是女人的男人 就因为没锁门 结果引来两个光头猛男 两人正是土苦堂哥 来此为他报仇血恨 听着卫生间水流的声音 两人静静来到床边等待着 只等老白出来 就将他大写挖块 这时杀手收到让他们撤退的短信 虽然不知道老大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但两人只能服从命令 原来是麦克发现老白有危险 这才赶忙联系到了炸鸡叔 为了留住老白给自己做事 炸鸡叔这才出面保下老白 等老白走出浴室 床上的两人早已无影无踪 随后双子杀手老大便找上门来 他是边境县北部的老大古斯曼 而炸鸡叔是南部的掌控者 两人常年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为了不影响两人的合作 古斯曼只能按照炸鸡叔的意思 让双子杀手暂且撤退 但他这次亲自前来 就是为了解决此事 古斯曼表示 按照规矩 双子杀手有权让老白血债血偿 图护的死与老白有着直接关系 所以这个人必须得死 但炸鸡叔却说 自己和老白有着合作关系 纵然叮叮书 有着万般不情愿 但也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 白嫂为了让老白签署离婚协议 将出轨领导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让老白如遭累积 自己为了这个家偶心弃血 到头却换来的是 自己头顶一片青青大草原 这件事让老白惨遭打击 就连上课时都魂不守舍 校长现状只能找他谈话 可随着老白却莫名其妙地 将嘴巴伸了过去 这也导致老白彻底失去了 学校这份工作 然而他准备离开之际 小粉却找到了他 举酒未见的两人坐在车里一阵喊喧 得知小粉成功戒毒 老白也十分欣慰 但小粉这次前来是让老白帮忙联系炸鸡术 看到老白被开除 于是便提议让他重操旧业 一起去找炸鸡术合作 可老白却拒绝了小粉 并劝他早日脱身 无奈 小粉只好将自己制作的艺术品拿了出来 老白看到后 简直都快要气炸了 小粉表示 没有老白 自己也能和炸鸡术合作 随后一脚油门便离开了此 露怒正在路上 千万不要惹警察 要不然等待你的不是清空弹夹 就是 还好 老白有个在基督局上班的妹夫 这才将他保释出来 可就在他回家的半路 炸鸡术的手下突然丢给他五万现金 原来上次小粉与老白大吵一架后 小粉拿着艺术品找到索尔 他知道索尔可以联系上炸鸡术 此时炸鸡术正在调查老白的健康报道 他很关系这个化学天才的剩余寿命 但怎么能让老白为自己做事 暂且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时 麦克说出了小粉的事 麦克的话让炸鸡术看到了转机 他很快就把小粉的货全部收购 但却只给了他一半的钱 另一半则是给了老白 炸鸡术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老白无法置身事外 而这让小粉误以为是老白在挑拨离间 两人一言不合就大吵了一架 老白找到炸鸡术 这么垃圾的货 炸鸡术为什么会收下 炸鸡术表示 小粉的货虽然品质差了点 但也不是不能用 老白却觉得这种劣质的货 简直是对化学的一种侮辱 而老白过期的反应 正如炸鸡术下怀 随后他直接将老白带到自己的工厂 看似简陋的洗衣房 可内部实则却暗藏玄机 原来炸鸡术为了投其所好 直接打造了一个超级实验室 里面不光有着最先进的器材 还有一颗螺丝就要30万的空气净化器 老白看着眼前的一切 眼睛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这里简直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天堂 炸鸡术诚恳地表示 只要老白点头 荣华富贵应有尽有 可即使面对如此丰富的条件 老白还是拒绝炸鸡术抛出的橄榄枝 因为老白现在已经赚到足够的钱 他现在更想要的是自己的家庭 然而这回 老白这个人类灵魂工程师 却被炸鸡术洗脑了 炸鸡术的话 直接击碎老白最后一次尊严 为了自己的家庭 老白再次做出牺牲 接着他来到索尔这里找到小粉 两人还不知道 老白已经与炸鸡术达成交易 索尔表示 小粉愿意将以后毒资 抽取10%付给老白 也是对用老白配方的一种补偿 看着小粉这枝高气昂的样子 老白轻蔑的一笑 随后那5万美金 如数奉还给小粉 说完老白便潇洒地转身离去 原本他是想要带上小粉一起的 但小粉的态度让他很是失望 这才决定替小粉出局 气急败坏的小粉 犹如一个怨妇 拿起一块石头 砸死了老白的打电锅里 殊不知 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因为基督局已经锁定了小粉制作的艺术品 而且还在监控里 发现了他止毒的房车 老白又被小粉这个二愣子给坑了 不久前 汉克在一名隐君子身上 查出辨识度极高的蓝色冰糖 经过一番走访 汉克很快就将目标锁定在小粉的身上 可通过长时间的钉烧 汉克始终没有发现房车的踪迹 最后还是妻子提醒了汉克 小粉曾经是老白的学生 或许他可以问问老白 有没有这方面的线索 急于找到线索的汉克 当即给老白打句电话 听到汉克询问小粉 老白马上警戒起来 当汉克说起 怀疑小粉在房车搞艺术时 老白更是惊得头皮发麻 房车上又是他和小粉制作面粉的证据 如果落入警方的手中 警方肯定会顺着蛛丝马迹找到自己 他急忙给小粉打句电话 可刚解通 老白又马上合上手机 既然现在小粉已经被汉克盯上 手机说不定也正被警方监听 他给索尔打句电话求助 可索尔在这一方面 就显得很不专业了 说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无奈老白只好亲自出马了 火急火燎的老白赶到修理厂 将事情的严重性说了出来 修车大哥建议直接将房车销毁 而恰巧他认识这方面的人 可猴子这个缺货 等到两人离开后 却告诉小粉 老白要将房车销毁 基督局盯上小粉的事 他是只字未提 这让小粉误以为是老白砸他饭碗 宅在家里的小粉急忙前去阻止 这也让一直守护在他家门口的汉克 等到机会 就在老白满脸留恋的 看着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时 一生之敌小粉匆忙赶来 此时的老白如遭累积 看来这小子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 这下完蛋了 他还是高估了小粉的智商 果不其然 汉克的车子已经出现在修理厂 老白连忙将车门反锁 然后将遮阳连拉住 小粉这个二愣子 这时也意识到人了 他趴到窗外一看 瞬间整个人都麻了 可现在说啥都晚了 汉克已经来到了房车门口 他知道小粉就躲在里面 殊不知自己的姐夫也在里面 眼看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汉克便找来一把撬棍 准备强行打开车门 千军一发之际 废品厂老板及时出现 可当汉克亮明警察身份后 然而老板并不买他的账 无奈 汉克只好坐回车内 一边盯着房车 一边等待同事送搜查令过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老白摸着自己黑道发律的脑袋 苦思冥想 终于想到一个不太地道的办法 只见他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很快汉克就接到警方来电 说他的妻子遭遇严重车祸 现在正在医院进行抢救 爱妻如命的汉克听到妻子出事 那还顾得上办案 匆忙上车前往医院 殊不知 这都是老白的轨迹 原来刚才的电话 是老白安排索尔打的 等到汉克匆忙来到医院后 才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在老白和小粉的见证下 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房车 被压成一坨废铁 虽然证据毁掉了 但小粉却彻底激怒了汉克 愤怒的汉克 直接闯进小粉家里 身为一名基督警 居然仍被一个小棍棍 刷得团团转 这绝对是对自己最大的迟路 挤拳头下去 直接将小粉送进医院 炸鸡叔为了保证老白的安全 找到双子杀手 表示老白只是背叛了图库 但真正杀了图库的 却另有欺人 这绝对是我见过 最牛逼的卖家秀 为了检验防弹衣的效果 杀手直接向卖家开枪 幸亏男人不是奸商 要不然就被自己坑死了 测试完防弹衣的效果后 双子杀手爽快交钱走人 而两人买防弹衣的目的 就是准备干掉汉克 为兄弟徒库报仇 而汉克这边 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因为自己情绪失控 将小粉揍得不成人形 现在小粉反咬一口 要控诉整个基督局 汉克也被停职 接受调查 为了帮助汉克 重返基督局 老白决定让小粉 成为自己搭档 在工作的时候 老白故意说错数据 在盖尔出错之后 顺势让炸鸡叔 向其辞退 最终在老白的努力下 小粉撤销了 对汉克的控诉 这也意味着汉克 可以重返基督局工作 手捧鲜花的汉克 准备回家 告诉妻子这个好消息 然而刚上车 就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虽然不知是真是假 但这也让汉克 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汉克注意到 后数警方 这时另一名杀手 也持枪赶来 汉克急忙打开车门 逃出车外 看到兄弟残废的双腿 杀手瞬间勃然大怒 发誓一定要让汉克 付出惨痛的代价 就在杀手换弹夹的时候 浑然没察觉到 一颗子弹掉在地上 杀手顺着血迹 一路追寻 想到自己的两个兄弟 被汉克害得一死一残 就这么杀了他 简直是便宜了他 于是光头回到车上 取出斧头 此时汉克刚好看到 那颗掉在地上的子弹 他哆哆嗦嗦的 将子弹捡了回来 就这样汉克侥幸 捡回一条命 同时实验室中 老白看着盖尔失落的样子 安慰着盖尔 不是他的问题 但又不知道 该如何向他解释 他承认 盖尔是个很优秀的化学家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好帮手 好学生 但两人的风格 实在不大 这或许也是老白 唯一能找出的解释 就在盖尔不明白 老白意思的时候 小粉被带到了这里 看到接替自己岗位 的是一个小混混 这让盖尔更是感到一阵憋屈 但这些事情 不是他能做决定的 等到盖尔两人离开后 小粉考虑再三 才告诉老白一件事 刚才出院的时候 小粉看到一辆旧户车停下 本来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结果走近一看 发现那人正是汉克 听到这些 老白急忙赶到医院 而另一边 古斯曼给炸鸡叔 打去电话质问他 因为自己的手下 在他的地盘图示 他猜测是炸鸡叔 在背后搞鬼 古斯曼也不跟他墨进 表示还有一个手下 正处于昏迷 等他醒了 真相自然会水落水出 然而他还是小看炸鸡叔了 到底是怎样的血海深仇 能让一个双腿刚结枝的男人 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 这一幕 把门口的警员都惊呆了 看着男人眼中快溢出的杀气 老白忽然反应过来 这很有可能是屠库的堂哥 就在老白不知该怎么解决时 炸鸡叔竟然来到了医院 原来炸鸡叔明面上居然是当地的禁毒大使 此次前来就是来慰问受伤的汉客 等到炸鸡叔准备离开的时候 老白向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幕 炸鸡叔让老白将心放在肚子里 还没等老白反应过来 楼上就传来一阵骚动 所有警员都往杀手的房间跑去 原来不知什么原因 杀手竟然停止了心跳 显然这是炸鸡叔的杰作 这也让老白对炸鸡叔有了一丝忌惮 在警方眼皮底下 他竟然能悄无声息地解决掉白血兄弟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也只不过是炸鸡叔的一枚棋子 炸鸡叔正是想借助此事 除掉合作伙伴古斯曼 从而统一南北边境 他利用安排在警局的卧底 将古斯曼的窝点透露出来 毕竟袭击基督局队长的罪名 就够古斯曼合一呼了 古斯曼知道自己用了炸鸡叔的针套 成了华盛顿与墨西哥合作的牺牲品 他告诉炸鸡叔 自己一定会回来的 可炸鸡叔又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 面对警察的重重包围 古斯曼本想从后门一走了之 结果打开门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枪声 炸鸡叔嘴角露出一丝甚人的微笑 这也意味着 以后美墨边境只能有一个声音 这件事也告一段落 不久后 小肯在阶段会上 认识了一位叫莉莉的女孩 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一次为爱鼓掌垢 莉莉说起自己的家庭 她有个不省心的弟弟 不久前被人蛊惑加入黑帮 还受人指使 杀死一个敌对的毒贩 听着莉莉的描述 小粉觉得那名毒贩 就是自己的兄弟胖子 于是连忙打听时间地点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莉莉描述的地点 就是胖子出事的地方 为了搞清事情原委 第二天 她便来到东区 找到莉莉的弟弟 并以买货为由 见到了男孩背后的操纵者 可两人并没有与小粉过多接触 收完钱便扬长而去 两人走后 男孩从兜里抛出一包糖块 递给了小粉 看着手中熟悉的蓝色冰糖 小粉这才反应过来 两人正是杂鸡叔的手下 但即便如此 小粉也决定要为胖子报仇 当晚小粉便找到老白 希望他能给自己制作点 毕麻毒素 但老白也是有幸无力 经过上次杀手的事情 他很清楚杂鸡叔有多恐怖 所以他不希望小粉白白送死 但小粉此时已经王八吃秤坨 替了心要干掉两人 任凭老白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 通过观察 他发现自己的老情人 每次拿货都会给他们送食物 于是小粉找到老情人让他帮忙 老情人没嫁住小粉一顿忽悠 答应了此事 第二天 就在两人准备动手之际 麦克却找到了这里 直接将一脸懵逼的小粉带走 接着麦克把他拉到一处郊区 来到屋内才发现所有人都在等着自己 包括那两名凶手 炸鸡叔开门见山 表示胖子的死 双方都有责任 让小粉和自己的两个手下和解 不要再像个孩子一样的胡闹 然而小粉却当场拒绝了炸鸡叔 眼见小粉是为了这么屁大点的事 为了尽快解决此事 炸鸡叔做出了让步 在炸鸡叔的调解下 小粉最终还是不情愿的与两人握手言和 本以为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没想到当天晚上男孩就出事了 两个人渣为了不让男孩泄密 竟然将男孩残忍地杀败 这无疑是触动了小粉的逆临 他拿上武器 直接找到那两名人渣 也正是他今晚的举动 将会把自己和老白 拉入无尽的深渊 小粉为了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单枪匹马闯进黑帮的地盘 正当这场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 小粉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当场就被吓蒙逼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老白 这件事也彻底惹怒了炸鸡叔 自己刚出面调解了这件事 转头两人就把他们给弄死了 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这个老板留 但他对老白又不能痛下杀手 因为他还需要老白的制堂技术 炸鸡叔并没有追究老白的责任 只是希望老白能够交出小粉 这件事就算到此为止 炸鸡叔最终答应了老白的提议 同时老白也失去了炸鸡叔的信任 第二天就派来了盖尔给老白当助手 而这次盖尔并没有表现对老白有多尊重 看样子炸鸡叔这是要谢莫杀驴 老白知道一旦让盖尔掌握自己的配方 炸鸡叔绝对会毫不犹豫杀死他 为此老白找到索尔在一处隐秘之地见到了小粉 老白也不多废话 直接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了小粉 他想让小粉去解决掉盖尔 可小粉却拒绝了老白的请求 他不希望自己的双手再次沾染鲜血 无奈老白只能摆脱小粉帮忙去找找盖尔的地址 剩下的交给自己解决 因为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看在两人的情分上 小粉决定再帮他一回 没过多久 小粉就找到盖尔的住址 老白立即起身准备去解决掉盖尔 然而炸鸡叔手下早已在他家门口等候许久 看来炸鸡叔这是打算对自己动手了 接着维克托以设备故障为由 把他带到洗衣房 看到迈克他就知道完了 他恳求迈克放过自己 定义自己可以免费为炸鸡叔制堂 想和炸鸡叔谈谈 情急之下 老白只能说自己知道小粉的下落 只要迈克恐放过他 他愿意将小粉约出来 于是老白在迈克的监督下 给小粉打去电话 听到这 小粉拿上武器立即出发 被耍的迈克气急败坏地掏出枪 就要解剖了老白 迈克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立即让维克托去阻止小粉 自己则是给盖尔打去电话提醒 可由于盖尔在家放的音乐 并没有听到迈克的来电 没过多久 小粉就赶到这里 盖尔开门后 小粉立即掏出手枪对准了他 盖尔当场就被吓得哑麻呆住了 可他又怎么会知道 当他进入实验室的那一刻 就早已注定了结局 小粉虽有万般不情愿 但是为了老白 他不得不这么做 盖尔 这边还没了